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部机器 其实有很多网友已经提论我们还没做 他就说 比如说那部机器早几年 很多年 会验血管 什么 通常都是用来卖东西的 但不是你所说的那一部机器 因为第一部机器很简单 他除了验到你的血压以外 最主要是验到你的血管的柔软度 那个血管弹性 亦都可以有数据 你是属于容易中风 会不会有其他东西 这个是其一 另外是一部显微镜 那就要抽血了 抽了几段 但那个显微镜很神奇 他会看到你的血液的黏囚度 然后里面有很多数据显示到你的 基本上全新的数据都可以看到你心肝脾肺神 其实我们私家医生 很多时有时滴血都不用拿报告去 我想他类似这些东西 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身体状况 但是你是看不到 因为你是冒险微镜的 看不到形态 看不到原来我这么糟糕 就是你不知道那样东西 今天我们就可以看看这部机器 好了 看完这部机器之后 当然了 我们也有相对的产品 因为我昨天就做了 其实在我手里已经很久了 我想在我手里两个月也有 我也有识意给你 我有部署 我不做 现在我的血液很臭 我觉得我真是贵不甘地不甘地 想到我要吃这一只东西 原来 阿威卡说 这一只东西很神奇 原来这一只东西 你们贵公司 当年起家就靠这一只东西 到现在是销售王 比木槿眼泳水更强 更多的 原来只要我一只吃几粒 吃衣服 四十五分钟之后 我们的血液就会 因为有部机器在 是马上看到的 是即时改变的 如果血液太囚有什么问题 带黏 带黏 因为其实血液是带氧去全身的 如果血液太黏 它就会带氧分 带少了 本身红血球 带少了 其次就是它会走得很慢 运送氧分不够 个人不够氧分 那些器官 譬如有很多心肝脾肺神 都是由微循环 将那些药分传递到器官内给营养 如果那些器官全部不够营养 就会衰退 即是长时间就会 黏囚短时间 就会常常累 眼睡 牙健康 长时间就会容易有三高 再长时间就会变成心脏命中风 所以有时候 比如说 现在的时间黏一些 你不会死的 但是原来 譬如什么肾衰竭 肝衰竭 肝衰竭 肝脸化 等等都是因为可能 你平时的血液太慢 带氧分或氧气 给不同的器官 就是这样的情形 但是真的不够 好了 我们今天的设计 因为 我的设计 大家就怪了Vita 所以我们不能够将这几部机 就迫在我们的屏幕中 现在什么都不要说 我们能不能在这里转换 我试试 这个 现在他怎么对着我呢 为什么会这么奇怪 这个比较麻烦 刚才试试了 OK 各位 引寿一会儿 我们找一个小镜头 哎呀 祖先我们找那个Gopro好些 好啊 这个追踪 追踪 对着 我们首先 不要说那么多了 不要那么烦不烦 不用那么烦 把那部机已经来到这里 第一部机 一会儿我们再慢慢搞 我们先看大人幕 一会儿我们出去 我们不要看这个 这个不行 这个是这样的时候摇头 这个是我高伙企的东西 花了几千元 但是德麦是无所用的 好了 我们不要说 我们先看这部 这部东西 这部东西 是日本仔的 你拿 2003年 2004年 日本厚生省 要求这部机 为什麽呢 因为日本有很多人中风 爆血管等等的事情 平时我们已经有很多机器 驗到究竟 血压是怎样的 很多事情 但是没有一部机器 可以告诉医生 或者认证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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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日本 就专专研发了这部机器 这部机器会放在公司 日后我才提到的 其实只有90秒 就知道你的 上下血压 就很简单 但是最重要 就是那些 血管的弹性 大血管 和微血管 大血管 大血管和微血管 好了 请阿正试一下 要怎么试 很简单 首先要插技 日本厚生生 好了 唇章的左手 左手 左手 緊緊緊 不是 你可以放过一些 来这边 可以 要左手 不是放过一些 正在来 不是弄到那部机器 左手 伸进去 平方 双手向上 伸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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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平时的量血压 緊 会紧一点 90秒 听到鼻鼻鼻鼻响了三下 你才拿出来 开始了 为何会更紧一点 因为量血压 一般是30秒 是 现在量的 这个是量的 心血管 彈性 那其實它是一定要收緊 讓你的心臟,讓你的血過不了 讓你的心臟再多點養分,多點血過去 才會測到你的心臟血管的彈性 這個是機理來的 然後之後它會放鬆 血就會衝到手指 這就是測試微血管的彈性 OK 所以是會再給它更緊一點的 這個呢 如果我們測試到 它有兩個數據 一個是AVI 一個是API 那是代表什麼? AVI就是心臟最大的血管彈性指數 最大的血管 OK API就是微血管 最幼的血管 包括手手腳腳、眼、腦、肝腎 所以有時候有些眼睛看的蒙 都可能是API高的 OK 如果我們看到自己 似乎彈性不太好 越不好,中風機會就越大了 是的 其實就等於血管不擴張 是 因為正常的血液流的血管 會擴張 會擴張 讓多些空間讓血液流回 那為什麼血管會沒有彈性呢? 其實很容易的 譬如年紀大了 新人代謝慢了 或者有很多血管被破壞 或者經常吃一些很鹹的東西 或者經常不做運動 不喝水 這些都會批評 這些都會批評 年紀大了 吃一些不好的東西 然後又吃煙 可以拿出來 慢慢拿出來 小心不要冤枉 小心 好了 我們是不是可以看看阿正的數據 向我看出去 可以看到 阿正的上壓 上壓是124 下壓是78 7-1是甚麼? 7-1是心跳 心跳是71 12 還有27 AVI是27 是API 跟著我們 如果上壓是124 OK 124很漂亮 很漂亮 78 阿正你有沒有吃到血壓丸 沒有 即是說現在你是完全沒有血壓的問題 暫時 完全沒有 好了 他跟著的心跳71 也合理 心跳71 OK 好了 AVI12呢? AVI12就要根據 我想問一下阿正你多少歲 40 40歲 根據他有個表 他的年齡 如果40到44 應該是14到22 那個指數 但是只有12 12 即是低於下限 就代表氣血不足 是 氣血不足 越低就越氣血差 即可能飲食不足 甚麼氣血 他不是彈性嗎? 關於血管 不是 他的下面低於下限 就是氣血不足 OK 即是說氣血不好 血動得很慢 OK 高於上限 就代表越高 就代表血管 越不擴張 OK 即是他的彈性是OK的 但是就是氣血不足 血行得比較慢 OK 即是喝水少 我也是 喝水少 我甚麼都齊 吃得咸 沒有運動 我一樣都齊 所以 會有個血管 我昨天是多少 我忘記了 你也是在 反而我彈性是OK的 彈性是OK的 但還是低於下限 OK 低於下限 27API 27API 根據年齡 他應該是17到26 是 他高了一點 即是說 可能微血管 他包括了手腳 眼 肌肉 肝臣 可能有某些血管 有輕微的彈性不足 即是有些地方 他不會擴張 OK 只是小型 小型 26都是正常的 是的 26正常 他剛剛凹一格 OK 那怎樣搞 如果是 首先要生活習慣改變 即是說 可能要多喝點水 每天喝八至十杯 每天做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的大洋運動 然後第三 就是不要吃那麼鹹的 然後 每天可以睡覺 因為中醫 肝經是1點到3點 我今天還沒睡 還沒睡 最好可以在12點前睡 然後 阿正要做節目 所以也是夜睡 因為肝是排毒的 那排毒是 如果肝不好 排毒不好 那些髒毒素 就會積回身上 所以就會引起 很多問題 就是因為 血管彈性差 也有很多垃圾磨擦 那些膽固醇 令到血管 迫越來越受破壞 就會令彈性越差 所以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好了 這一個 老實說 這個是我們 這個 Body Check 叫做 人門 OK 阿正呢 這麼健康也好 原來他的微血管 其實主要的問題 看他的AVI和API 主要是可能喝水多一點 早點睡 我想也能夠解決 因為他剛剛多一點 低一點 是 第一格 好了 接著就來了 我們先拿走這部 是 接著呢 我們就有人幫忙 我們有個assistant 他今天找了個帥哥上來 是的 但是其實他應該找個女兒上來 好一點的 我們搬過來 是的 可以 就是這個 液晶體 不是液晶體 是脆牛 這個 這個 液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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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液晶體 我們稍後將會和阿正抽血 抽了血之後 這個是多少倍的液晶 四十幾倍 四十幾倍 是會把他的血液抽出來的 放大 膨蓄著他的血液 甚至裡面的 細胞 那些 紅血球 那些 是會把他判斷他的身體的狀況 其實這個 我們平常常看數字 只是在醫生上看 這個 其實 比醫生的細節 很多 因為你自己看得到 好了 我們小鬼 不要管他 做個節目的大忌 怎麼這麼緊張 嚇得這麼說 好了 首先我們拿出什麼 你有些表 不是 你之前不是有些 紅血球的樣子 那本書呢 有有有 那本書 這麼小的 好了 首先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 其實 這裏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照 我試一下用西鏡 很難看的 因為他屌你 動來動去 你抓住他一頭 不要讓他動 不斷轉 轉你老母 黑了 不是 他轉了向下 先轉 我先抓住他 這樣 很難 很熱 其實 真的很難 我現在畫面上 真的很難 我覺得這樣真的不行 這件事真的可以 現在我們有什麼 猜測我幾次 喏 其實呢 我們用這本書來看 我去那個 還比較好 喏 我最上面 就是我手指看著 我畫面最上面 就是最正常的 是不是 正常的 血細胞 是不是 是呀 最正常的紅血球 一粒一粒分開 喂 你又黏了 那是什麼 那個是普遍的人 都是這種的 因為其實 喝水不夠 剛才說的那些生活習慣 再加上長期接觸電子產品 那些正梨子 多於負梨子 那些紅血球就會黏著 好了 下面那個呢 下面那個最差的 基本上如果有這種血 因為他長期接觸 就是生活習慣再很差 再加上更加長時間接觸電子產品 那些血已經結到 然後黏著一堆 那他 那他好像還沒有去過 那樣的 都是一串串 二三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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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一個呢 我們先看看 好了 那其實呢 他裡面有很多的 包括呢 這裡呢 我不會靠你看 包括什麼腸毒 他看到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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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血栓 到底是什麼 那他 他 看一看就知道 也不需要用這本 那他們就可以介紹給你聽 好了 那我們當然呢 到了現在最緊張的時候 沒錯 就是嚴血了 那我們就會跟阿正抽一滴血 哦 抽血 是的 還有有一部機 黑手指拿一滴血 不是真的抽血 開始 你不能拍攝 你不能拍攝鏡的嗎 你走過來抽起來 是不是容易一些 你進攝鏡吧 走過來 讓人看到才行的 走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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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過來 我最喜歡看人家 首先呢 跟他消毒先 當然要先消毒 先 擦勾 大家看看 可以舉高一點 黃銀子 跟他消毒 第四個手指 左手 如果右腰 就多數是左手 這個抽血 這個東西 是不是每一支針的新針 每一支新針 做完之後會不會再消毒呢 我扔掉了 那個抽血 那支針的樣子都會消毒 OK 真的很方便 很安全的 很清潔的 我們是很清潔的 可以了 要是要 要拉他 要拉他 我現在很拉架 我做過 所以你知道吧 我也知道 現在呢 你叫他拿過來做 不然別人知道你做什麼 你在鏡頭以外 你在鏡頭以外 要搞什麼 你放在那裡 不是放在那裡 是拿高 其實現在呢 你要給別人看 現在有一部東西 我們要插些試紙進去 OK 插些試紙 這幾張試紙都是 採取不同的東西 是 有尿酸 有膽固醇 有三酸 金油脂 高一點高一點 讓別人看到 現在插試紙 插試紙進去 為什麼呢 插了一滴血出來之後 不是這麼簡單 要插一滴血出來 有很多血的 有很多血 有很多血 插了 這四張試紙 就是會測試 三支金油脂 等等那些東西 好 然後呢 我們放一些大小玻璃 好了 接著來了 好了 抽血 好簡單 舉高一點 我們給觀眾看 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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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抽激血 搞定了 搞定 接著呢 撕了血出來 撕了很多 撕了很多 其實也不是很多 再撕了 接著呢 那些試紙 是插了血 每一張試紙都會插血 插血 就不是這樣插到 要插到它 有一個標準 是 碰到標準 你碰到標準 所以不夠 就撕了多些血 撕了 不夠 就撕了暗瘡 有時候撕了暗瘡會有血 是 那麽 那麽 不肯讓它繼續撕了 這四個試紙裏面 有阿正的血 接著呢 他過了幾秒鐘 就會有個結果 已經有結果 我想問呢 他有沒有測愛滋 如果有測愛滋 我可能遲些鹽插號機 可以測 其實已經 阿正都不會流血 昨天我連膠布也沒有練 你這張字 要我射低一點 有張字 在那裡 接著 現在 另外一個 在這塊玻璃上 是用來做什麽呢 其實就是放到顯微鏡上 對嗎 是呀 放到顯微鏡上看 有 你都不準備好些東西 好了 我們放到顯微鏡上看 但顯微鏡現在無法接近電視 我們就放到螢幕 然後我們拍個螢幕 就不是有 這裏有個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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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等我來 喂 其實呢 現在呢 現在這裏是否靜一點 紫色的 應該是 有個螢幕 在傳書中 現場地戴靈等待 螢幕斷電 像會沒有螢幕 那裏好像沒有螢幕 現在開始 看起來 menu 這裏沒有好 還是動得 還是有些稠的 有一些稠稠 少許 會比較粘人 大家知道嗎 是否蒸蟒蟳球 不是蒸蟲來的 其實三五圓球 拿把這支不成不了 它也動得很好的 看看有個血栓的那些 因為血栓在找我做,我多來看,我甚麼都看 這些是甚麼來看 他還未顯示出來,他現在縮到最小的鏡頭 去到最小的鏡頭,只有找血栓才會看到 現在這些是否有血栓 是血栓的,一條條血栓 血栓是甚麼來看 血栓是血小板和纖維蛋白結合 當你身體一受傷,人有凝固能力 就令他不要流血封住傷口 其實當他在血管裏面,他凝固傷口那條膠 我們平時那條膠就叫做血栓 平時我們在外面封那條膠,撕了就沒事 但在裡面也會有膠 他還要長期被血液衝刷,他脫了便跟著血栓走 可以是血栓很厲害的,或是血栓失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那些血栓,撕住血管 沒錯 這個算不算嚴重也不太嚴重 其實一滴血有,有血栓就是嚴重的 有一滴血有,就差不多一滴滴血也有 因為我本身,我驗了起碼五千幾六千個人 其實我很多時候,有些朋友,他驗到血栓 他還會問我,我不信我再拿第二滴血,第三滴血體 多數都有 因為人的血栓,他會不斷累積的 因為這個世界上,已知道有三個物質 是可以溶解血栓的,第一個物質就是阿士匹靈 就是平時,譬如中風,或者心臟病,醫生我會給一些阿士匹靈 就是讓血沒有結,但是阿士匹靈有一個副作用 就是令到那些血沒有了血小板的作用 減慢了,變成受傷,他就很難止血 就變成不斷流血,這個就是他不好的副作用 第二樣就是乾素,乾素也是用在西藥方面 例如急性中風那些用的,就是令纖維蛋白質減少藥力 就是減少作用 而第三就是水疾素 水疾素就是外國的那些科學家 發現水疾的口水分泌出來的液體 就有這個功能 它就可以溶解到那些血栓 因為它是令到凝血作用的力減弱 從而令到它兩樣東西分開 就不會影響身體的特質 所以就沒有副作用 我們經常聽說血栓失,血栓失,忍著中風 其實就是這一類東西 就是這一類東西 就是說其實我生活,譬如我生活有喝很多水 血都很正常的 是 大腺也很好 都不能夠排除中風的機會 就是因為我們身體裡面可能有血栓 是啊 好了,那當然了 我們一會就會計算水疾素 好了,但如果我真的 你以為五六千個人是沒有什麼血栓的 我有見過沒有血栓的 沒有血栓的 有見過 但是沒有血栓的,那就是沒有中風 有不等於的 它沒有血栓呢 只不過它 就是它要看它的血管結不結 就是血管彈性好不好 還有它有沒有 好,譬如血栓的其中一件事會引起中風 例如乳血 例如多不多膽固醇 多不多那些 其實中風也是會因為那個觸氧動物斑塊凝固 就是那些類似 就是一些血栓的那些物體 大概不是血栓 是那些脂肪的那些物體凝固出來 而阻塞血管 也會引起這件事 但是昨天我看到我有一些 index 說我中風幾乎都不是很高 是呀,不高 不高 因為微血管 是可以的嘛 可以 好了,現在正在這裏做什麼 看我很累 是不是 那些血栓不算走得慢 其實它已經停了 放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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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開始走得快 但是呢 一兩分鐘就停了 因為正常的血離開身體 15分鐘都要動的 動得越快 就代表氣血越好 如果很快 現在已經不動了 還有黏了 還有很明顯看到 肝是一般的 因為那些血很暗 因為呢 有兩樣東西可以看到的 第一樣呢 就是那些血暗 就代表了肝毒紅細胞 就容易有肝炎肝硬化 脂肪肝 跟我現在測到呢 那個表上面看到 那個熱果 是吻合的 因為那個 三酸金油脂也是很高的 所以正常呢 要低於1.7 它現在2.15 你看到我現在嗎 嗯 我要再看一次 他可能猜測我 三酸金油脂 你好像是沒事的 三酸金油是 另外呢 裏面也發現 有輕微的膽固醇 正常是小於5.18 那就是5.33 那也有一點 也有一點點尿酸 尿酸 我也有一點 有一點點尿酸 有啊 但我是沒有關係痛的 其實剛才看那個血那裏 都看到是有尿酸帶的 有些尿酸帶在那裏 是 這個呢 所以就 跟這張紙看到的 是非常密 就是測出來 這個是用那些血在儀器裏面 測出來的 嗯 那些數字呢 就很顯示了 就已經在那裏看到的了 嗯 我就是拿這些數字呢 就有個檢測 就已經看到那些數字 已經是 就是 血糖7.8都高過我 血糖呢 就要看回 我剛才說完飯 你剛才吃完 有沒有很久啊 有沒有吃過東西 兩個小時內 有沒有吃東西 沒有 如果兩個小時內 沒有吃東西呢 7.8是高的 因為正常都是4點多 到6點半 6點多 那如果7點多 是有些窄戒 如果空腹7點多 有些窄戒 就是有輕微少少高的 所以就 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四樣數字都開始 每一樣有輕微高 就是血糖有輕微高 男士尿酸值呢 應該是 不可以超過4.16 4.46 來高一點 就是輕微高 然後 我記得是4.2幾 都是窄戒 差不多窄戒 膽固醇呢 5.33 也是有輕微高 而三酸金油脂 2.15 就是輕度的了 就不是輕微高 這個是血脂 就是說 血裏面多一層油脂 這個就是等於一個詳細的報告 身體報告 其實呢 因為我自己做過 我經常去年年年驗身 在牙醫無所好 其實呢 我真的發覺 這個真的是很powerful 那我昨天呢 你知不知道 我就出去問過了 如果要看這些東西 看這些東西 你又說很貴又不是的 一千多元 一千六七元 我想現在外面做到 一千六七元 那我會送給大家 一會兒再說送 好了 因為我們要把握時間 現完身 當然了 第一時間我們要買這個淨血王 我們要去銷這個 淨血王 那同事 你呢 現在出去叫十三妹 針水給我們 或者你針也行 四杯水這裡 這裡可以 這個淨血王 我們吃你的淨血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吃完之後 我們繼續做節目 然後 做完節目 我們看看我們的血 45分鐘之後 再做一次測試 是不是這麼很神奇 這個淨血王呢 是你公司的 王牌產品 他有什麼作用 除了可以去除這些血生 其實呢 他是我們整個公司裡面 針對血液血管 最好的產品 因為他呢 因為其實水質 本身 大家有沒有聽過水質 就是奇那 就是平時黑色一條條 環節 吸血 吸血那些 其實他現在在廣西 都很流行 就是拿它來吸血 毒血的 其實本身這個水質 在中藥來講 五千年前 已經在北草江木有記載 有這個水質的 他作用就是 通破血 通乳血 和改善人的血液循環 就有這個作用 而這個水質數 就不同水質的磨粉 這個水質數是二百年前 一個外國科學家 雅各比 反而是 外國人命名 外國科學家 他觀察水質 腰部分泌出來的液體 原來就是一種很強的抗型 血媒物質 就是我們所講 令到這一塊的血 變回一粒粒的血 就是那個作用 而這個最大的作用 就是它最大的作用 而且水質數還有很大的好處 叫做神經再生媒 是這麼多樣動物裡面 沒有水質有的 就是可以令到 那些受損的神經線 血管會駁回 即是說 你將一條水質斬開 這個是做了實驗證實 將它分開兩個地方放 藥乾時間之後 它們會生回兩條水質 完整的水質 即是有頭沒有尾的會生回尾 有尾沒有頭的會生回頭 變成兩條水質 所以它可以令到 譬如中風、心臟病 那些血管人體的受損 那些血管神經線 會黏起來 從而做過活動 可以中風的也能夠動 所以醫治很多中風 中風也能夠動 能夠動 不過當然 看看它中風多久 如果新中風的那些 你馬上吃 它可能不會有 就是 當然要透過麻利治療 但是就不會有那些 不坦那些問題出現的 但是如果長時間的 就是可能有幾年 超過三年那些 可能就要吃幾個月 一年 要一些時間 再慢慢透過活動 有些是可以 自己可以拿到筷子的 可以寫到字 拿到筷子 輕微行 就是可以動動 因為有些 如果它做了植物人 就是 或者癱瞞了半身 那些它不能動 它可以透過慢慢 長時間吃到這個產品 加上它一些文理治療 可以動得回 不是 我們先不要說這麼誠實 我很關心 這個是產品 OK 我是很有信心 但是問題 我經常最關心 就是它多少錢 和我要怎樣吃 譬如你說 我所知道 1400多元 它在街道市場 賣1490元 1490元 好了 我付錢不要緊 我覺得要吃多久 代行 可以斷藥還是怎樣 其實它不是藥 它是一些薪食 但是它是 你可以透過你看到 你的血液狀況 你自己感覺到 因為其實心臟病中風 其實是很難觀察到的 一有你的症狀出現 譬如心痛 癌 已經很嚴重 面子 那些可能已經有心臟病 有中風 即時可能出現 可能已經有小中風 已經是對身體有很嚴重的傷害 所以其實 平時你可能已經這樣 呼氣 已經經常喘氣 包括了壓力大 已經喝酒 或者長期不運動 其實已經很大風 或者家族上面 有人經常有高血壓 或者已經有中風心臟病的親人 遺傳下來 風險是很高的 或者肥胖 也是很高的風險 所以我的風險已經中了 不是 那我要怎麼吃法呢 我不是說 是給你過來的 不是 那我要怎麼吃法呢 我關心的 真的 如果不是 我們很難開始這件事 譬如 我現在這麼嚴重 我吃了 我是不是要吃半年 三個月 還是怎樣 通常 如果普通保健 或者輕微三高 早晚兩顆 一個療程 就是三個月 一瓶可以吃多久 一瓶可以吃半個月 就是六瓶 就是三療程 就是六瓶 大概用一瓶東西 差不多 好了 然後 你看到那些血量 因為我試過 有些中醫 他是這樣的 他吃了一個月 血糖和血壓 都靚了很多 因為他是中醫 他要自己試了藥 他才會推避病 他本身自己的血糖 胸腹是八到半的 然後他的血壓是150 他沒有吃西藥 沒有戒口 只吃水日數 一個月的情況下 他血壓130 他是驗血出來 接著血糖是六度 六度 所以他是之後很有信心 推給別人去試 接著我吃完這半年了 那怎麼辦 半年之後 譬如像我自己這樣 我為例 我在這四五年裡面 我吃了三次療程 那我當中 吃完三次 我不是連續吃 可能吃完一個療程之後 可能我隔了一段時間 半年 那我當中是一天在吃一粒 那要視乎自己的狀況 譬如如果自己是健康的 你就一粒當保健 清掉血量 如果一粒 一瓶是多少粒 一瓶是六十粒 就可以吃兩個月了 兩個月了 OK 這樣就要容易明白一點 譬如我一年吃一個療程 香港九個月吃一粒 就節省一點 又或者 兩年吃一個療程 總之你已經感覺身體治療程 是的 症癌 就是這樣 好啦 尤其正說 我還給我一些療程 但她還有另一個吃法 就是說如果有心臟病 中風 乘搭條通波仔 或者是嚴重的三高 她每天是吃六粒 早晚各三粒 一個療程是九瓶 那她如果有問題 她不仅是用那種療程 她可能要吃兩至三個療程 才可以停了 這些是嚴重三高 或者是有心臟病 的中風 其實她已經長期吃西藥 我們這個不要說不用吃西藥這麼厲害 但是你可以慢慢調節它 指數越來越好,身體狀況越來越好 其實你可以慢慢去自己 因應你掩查的結果跟醫生說 但是我們其實還沒開封 我們很重視撕西藥的 現在我們Belly Pound 其中一個 最大的,因為我的失評文 就是希望慢慢能夠撕到西藥 因為西藥實在太過患毒了 好了,這個是新的 我開封 這個呢,我收了很久 每人吃三粒嗎? 每人吃三粒 然後喝四杯水 嘩,好喝就有難度 因為人體吸收消化 其實是要一個小時至三個小時的 不是呀,我不理現在問題 要喝四杯水,好喝就有難度 我們現在即場做這個 慢慢喝 來 我拿回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吃三粒變兩粒 這個是植物膠囊來的 植物膠囊 預備啦 同事又幫忙針啦 嗯 我們去針水 一會兒一會兒 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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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